国盟政府的首份预算案 预计在下周四进行恶毒 如果预算案被否决 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首相真的会下台吗 公务员真的五心可拿吗 我讲一下1999年 这个是马哈迪自己做的事情 1999年的时候 当年Lay Hormorsi的那个情况 马哈迪在10月29号提成那个预算案 那么那个预算其实还没有通过 还在辩论 那么他在11月10号的时候 那时候是国会下一院的议长 先在国会里面告知大家 他说我收到国家援手的信告知我 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已经向我提出说 要解散国会 所以我也已经预准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议长 让你知道一声 那么之后呢 马哈迪也召开 记者会公布说 各天11月11号 我会解散 那么当时就记者问他 这个预算还没有通过 那么你解散国会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马哈迪当时讲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预算虽然还没有通过 只要你们继续选我做政府 我将会再次提成这个预算 所以之后呢 11月29号的这个大选投票之后呢 他在12月21号召开一个两个星期的那个国会呢 先提成一个小的预算 先应付第一季的国家的预算 也就是1月到3月的那个应付 政府的运作 应付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薪水等等 那么之后他在各年的2月 他在2月的这个20多号的时候 他才正式提成2000年的这个年度预算案 OK这个东西他说明什么 他说明如果预算没有通过 他没有通过会发生什么事 他没有通过呢 这个首相照理跟他的这个内阁就要总辞 那么总辞了之后呢 如果有新的首相人选 就会有新的那个政府 所以新的首相组成新的内阁之后呢 他可以很快的先提成一个小的预算 来去应付未来三个月的需要 那么之后呢 他再提成一个正式的这个预算案 一个年度的这个预算案 当然他也有一个可能就是 如果这个国会解散进入这个大选 那么就等大选之后 再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如果预算真的是被否决的话呢 他会打开各种各样的这个肯定性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马来西亚的政局会 因为这一个预算案被否决而陷入多事之求 而这个多事之求呢 对我们一般民众想要寻求和平稳定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民众的这个烦躁之心 对政治的这个厌恶感会更加的这个重 那种情绪 那种不满或者是不了解的心情呢 会被计划 那么就算 接下来举行选举的话 举行大选的话呢 我相信民众的这个投票的热度 或者是投票率 相信不会太高 他会对马来西亚的这个 政治的这个影响 以及人民对政治的看法 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